世界杯决赛周还有三个几月开楼 投到转播权的有线电视 无法和无线和亚视就转播部分赛事达成协议 即是会安排赛事在旗下的频道播出 亚视和无线发表联合声明 说有线的做法剥夺观众的选择 也都违反国际捉协对转播赛事覆盖率的要求 广管局关注事件 6月的南非世界杯 香港球迷可能无办法在两间免费电视台看到 无线和亚视联合召开记者会 说和有线谈转播世界杯决赛周四场赛事 无办法达成共识 有线要求两台买入有线整条频道 即是要同时播放有线制作的赛前和中场休息节目 包括广告 无线亚视无法接受 将一条频道包容了一些世界杯的节目 再加一些广告 再加一些预告片 是原封不动 是交给我们转播 还有希望我们付出一个费用 我们觉得这个安排是挺难接受的 是挺难接受的 因为实际上是有点像是着巢 就是构战 我们作为一个持牌机构 我们对于播出的内容我们要负责 我们觉得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令到我们作为一个执行这个牌照的时候 我们是会有点困难 两台认为有线提出的条件剥夺观众选择权 一个很大原则都不是关乎钱 因为我们想使得观众是有选择 就是我们觉得大型的足球也好 或者其他体育的城市也好 应该有不同的电视台 有它自己的处理手法 有它的评述源 令到观众有得选择 对于友善计划 安排在旗下的友善一台播放四场世界杯赛事 无线和亚视引述数据说 一台只有一成二的家庭看到 违反国际据协对覆盖率的要求 两台已经去信国际据协要求澄清条款 但暂时没有回复 母先和亚视说 仍然很希望播映赛事 又不排除再和友善谈 友善说两台已经回复 没有兴趣转播赛事 现在投标期已经过了 所以会在友善第一台播放 又说全港有一半家庭可以看到 基本符合国际据协要求 无线电视记者方东升报道 广官局和关注今次世界杯转播权的事件 广官局回应和理解公众关注免费电视 是不是播放世界杯赛事 希望友善的安排顾及观众的利益 局方已经发信敦促友善电视 留意广播条例的规定 任何人士如非根据本地免费电视节目牌照 而提供免费电视的服务 会违反条例 广官局会密切留意情况 确保持牌的机构遵守条例 而广官局曾经裁定友善第一台 不属于免费电视服务 有市民和立法会议员认为 友善声称市民可以透过旗下频道 免费收看世界杯节目是误导市民 住在深水埗福华街已经几十年的梁先生 住在镜大厦因为技术问题 没有办法铺设有线电视网络 他一直只可以看到四个免费电视频道 即使友善透过友善第一台播放世界杯的节目 他根本就看不到 有线第一台不是高清广播 有市民觉得是少了选择 有线推出的有线第一台 声称用户不用付月费都可以看到 但是港管局在07年10月就裁定 友善第一台其实不属于免费电视服务 而是属于收费的电视节目 有立法会议员就质疑 友善利用商业条款的灰色地带 损害了公众利益 国际职协今次的原因 一定是授权给独家播影者 可以在重要赛事给其他免费电视播 实际上的原因很清楚保护普多大众的利益 但是今次似乎就是独家播影者 就用了一些灰色地带 就令到最少一半的市民 看不到这个免费电视 其实在合约上精神或者是对 但是整个原因 令这个资讯普及其实是违背了 泥哥互联网都有一些足球直播赛事看的 但是业界就说根据授权条款 这样看世界杯直播都是属于非法 所以不鼓励市民这样看 无线电视记者林志浩报道